伟大的友谊 利用的是抓紧关键锯的方法 然后 通过刷关键锯的方法 可以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 你抓的是哪个关键锯呢 能不能跟同学们说一下 哪几句关键锯 首先它第一句是 第一自然传的第二句 他们同住在伦敦的时候 他们同住在伦敦时 每天下午恩格斯 走到马克思家里去 去他们谈论各种政治事件和科学问题 一年谈上好几个小时 各书已见 滔滔不绝 都还进行经历的分论 然后是第一自然传的第三 第五句 后来他们住在两个地方就经常通信 以此交换对政治事件的意见和研究工作的成果 然后是第二自然传的也就是本篇的最后一句 马克思逝世的时候 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 还没有完成 还没最后完成 恩格斯依然抱向自己的研究工作 写尽全力 从事《资本论》最后两点的书版工作 从这几句中可以极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 我还要给大家同学们分享一句话 这是我之前找的 好 非常好 你每晚学习到半夜十二点 但有人学得比你更晚 你学习得再好 但有人比你学得更好 更努力 你每天起的再走 努不努力 但有人比你做得更好 所以不要因为你的一点算毕小事就沾沾自起 但是有许多现在虽然比你差 但等再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他们一定会超过你的 回答完毕